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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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那今天是我們記錄小七 第七天 第八天左右的 大小 那我們待會看一下他們的成長狀況 有比較大一些更大一些 那現在這個地方 應該是不服他們住的這個大小 那我們準備把他們換到戶外去 戶外的那個養殖桶 然後以這個花孝蟲的方式 來繼續養他們 那接下來呢 我把他們準備都搬出去外面 養殖的那個草裡面 好的 那麼我們把這幾隻小雞呢 放到他們的新的 這個浴槽桶裡面 讓他們在這個地方 空間比較大 好 剛倒下去了 適應新的環境 有些緊張 目前看起來是有八隻的四川救院黑雞 然後 有五隻的這個酒精黃 然後跟一隻的北京油雞 好接著呢 他們適應一下 我來先幫他們準備 食物跟水 讓他們習慣一下這個新的電料跟環境 好 那麼我們把小雞的水盆呢 還有他們的飼料盆都準備好了 那這個飼料盆裡面呢 我有特別多添加了這個庫草桿菌 防止他們這個腸胃的保健 以及避免這個沙門濕菌 因為有一些文獻指出說 用這個古早桿菌呢 它裡面有些成分可以 抑制這些沙門式菌 那再來就是水的部分呢 我後來再添加一些EM菌在水裡面 所以希望能夠幫助他們的腸胃 比較好一點 好因為他們剛到一個新的環境 還在適應當中 好那我們就不理他 我們明天再繼續來觀察他們目前的狀況 好 好 好